大家好,我是徐广彤 上一期提到金鱼带给人们的第二种快乐 那就是赏鱼的乐趣 古人称之为关鱼之乐 金鱼是自由自在的舞者 游动起来那是衣媚飘飘 自带中国传统文化风情 这就像极了古时候宽袍大秀的文人雅士 有范儿 行走坐卧 讲究一板一眼 举手投足 那要讲究舒缓优雅 可以说金鱼寄托了中国人对自由和美雅的向往 由此几笔 以于勇志 人们观赏金鱼 自然乐有心生 那么金鱼带给人们的第三种乐趣是什么呢 我们下期接着聊 好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